這陣很特別喔 他是祭士 然後奈洛茲眼 對決的是混事士 那這一陣的話 藤甲兵 應該是全部人除了呂夢以外 通通都是藤甲兵 也可以看一下這個打法 夢或就是可以打反擊 然後又有藤甲兵的效果 藤甲兵的話是受到傷害時 會驅散一名敵軍的爭議 並且灼燒 然後每一回合都會受到 藤甲兵10%的傷害 而且還有機會立即結算喔 所以如果對面沒有結這個 負面的狀態的人喔 那他就可能會被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就是一直去疊加這些東西 然後又可以搭配呂夢 呂夢可以去立刻結算 傷害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高 因為每一次疊加的這個 灼燒是10% 但是積少神多 你每一次一打 一倍打就會疊加這個傷害 然後又有張角 張角的話又可以有這個 疊毒啊疊流血啊 然後又有那個變兵種 我覺得也是蠻酷的喔 好像 喔這次就疊了疊了高以後就很痛喔 然後混濕是喔 剛好有一個反傷的那個效果在 所以有可能就會一直去觸發這個 斯特藤甲兵的效果 也還好他近視喔 每一回合是最多發動3次 不然如果無限發動的話 就會一直疊加一直疊加 疊加到死掉 這個現在疊應該疊 沒有疊 現在才有疊 疊一層的 最多疊4層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酷的陣容 那夢霍 我覺得 有疼甲兵的 也有夢裡南科的 也有母魚天下喔 這三個都很好用 只是端看魚尼 到底你有什麼神靈 那可能母魚 有些人是說最好用 我要再測試看看 對 那這個陣容還蠻酷的 很硬喔 只怕那個負面狀態的 好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來謝謝大家